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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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枕頭 就是跟珍珍搭檔 那會不會想要開下柯佳宴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可以去他們的飯店住啊 atravies 這樣 哦 någon像有信 先把它飯店買下來 哈哈哈 好啦 praise他們 perto說建崎果 你平常喜劇長演嗎 呃 喜劇還算還蠻長演 那這一次跟珍珍搭檔 哇 很多福利的感覺 一起泡湯一起清熱 World 世界感覺怎麼樣 噢不不不我們是非常專業的 我們是真愛 是真愛 是的 因為珍珍有跟媒體朋友們透露 我們的年齡不是問題 是真愛 所以真愛又不分離 是真愛 來 好 有聲音到現在回住了 怎麼辦 我現在要以劇中的情境跟你訪 還是 好 那不如這樣子好不好 你都入戲了 那我們來 嘉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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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azing 嘉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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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先請嘉燕跟現場的媒體粉絲打聲照顧 嘉燕 嗨 大家好 我是柯嘉燕 芳如 就是我 是 要不要來釋放一個芳如的笑聲 啊 啊 啊 掌聲歡迎芳如 柯嘉燕 接下來這一會 嘉燕幫忙照顧一下 她在後來說 我演舞台劇都不緊張 但是要來參加首映會好緊張的 鄒厚安 謝謝 來先跟現場的媒體粉絲打聲照顧 鄒厚安 你好 是 同時兩位也跟我們這個現場直播的 這個警告揮個手 嗨 請請我的後安 哇 欸 那麼快就我這個粉絲了對不對 鄒厚安 第一次演電影就當男主角 這個心情怎麼樣 呃 非常興奮 是 非常非常興奮 就呃 也是非常緊張 可是很快樂 謝謝 是 而且你暈暈就是 是 那你要不要試一個洋香洋藥的感覺 跟大家打進交互的感覺 好 沒問題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但是你本身是2008年淼淼淼對不對 然後你都是一直以這種輕輕脫俗文藝美女的姿態現身 但是你為什麼在你10周年 聰明10周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突破性的大轉變 非常的 真的 其實只要碰到林少叔 就自動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我一開始在看劇本的時候 老師說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很溫馨的勵志小品 嗯 然後讀本的時候 導演說要像那個三股性奇 三股性奇的是劇本 對 結果後來拍了第一天才知道是智峰大爆型 對 拍了第一天才知道說 哇 原來導演要 呃 要大家演成這個樣子 要那麼瘋狂 然後因為已經簽約了也沒有辦法說要把他演掉 哈哈 但是其實片場很多時候 欺壓這個孩子對不對 很有意思的一個過程喔 嗯 那個導演跟編劇跟演員很大的空間 讓我們盡情揮彩 自己 大家都是一邊玩一邊創作出這個故事這個角色 是 那你私下也有芳如這一面呢 比較這個活潑 哈哈哈哈那種感覺 沒有他那麼誇張 他是 這個女生是有一點 有一點瘋狂 嗯 可是某種程度的 何佳穎的無限的延伸跟放大版 嗯 他可能是我一小部分的延伸跟放大 只有一小部分嗎老實說 真的真的 哈哈哈哈 不過你第一次跟後安合作的感覺怎麼樣呢 兩位來聊聊對彼此的印象好不好 佳穎你先說 我一開始以為後安不會說中文 哦 結果他的中文非常的好 嗯 然後 因為他的實際的表演經驗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表演起來很很沉穩 嗯 就是他沒有不像是剛開始演戲的人一樣 是很自然對不對 哦 那後安覺得跟這個算是學姐啦 一起合作的感覺呢 很榮幸 然後很幸運 哦 很幸運 因為教練很專業 然後就是能夠跟他合作是一個非常愉快 又是非常的豐富的一個學習經驗 接著你們兩個什麼樣的事情來回饋粉絲 破譯的話 破譯的話 演唱會 演唱會 我要在這裡鄭重呼籲成孝千導演 不要再隨便幫我發言 哈哈哈哈 後面笑歪了 對 後面你說好了好不好 我啊 嗯 跳房如果破譯的話好不好 這個 哈哈 還是留給導演去弄吧 好等一下我們